我刚才的这个行为用时不会超过10秒钟 而这10秒钟就是我国监管部门从搜集我翻墙的这个事实作为证据 通过人脸识别查到我个人信息公司地址的全部用时 如果翻墙不安全 YouTube上像我这样大把的露脸的YouTuber早就被网监部门掌握相关信息了 我有个朋友在公安系统的网安部门工作 我为了制作这期视频还特地请教了他 他在他的专业领域给了我很多参考的意见 然后结合我自己的认知 这一期我来谈一下我对翻墙安全性的一些想法 在本期结尾的部分 我也会把网安部门的朋友给我的建议转述给你们听 我是电文科技的AK 这里是硬核翻墙系列视频的第8期 也是最后一期 这一期内容非常重要 事关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你的切实力和人身安全 之前的视频我甚至还会做目录来方便你们跳转 但是这一期我希望你们从头看到尾 从严格的法律角度上来说 翻墙访问被禁止的网页或者服务涉嫌违法 违法行为如何处罚 要根据具体的情节和危害程度来定 一般而言对于绝大多数翻墙用户来说 如果只是浏览信息并没有散布行为 一般不予处罚 如果对于被禁止的网页和服务进行散布和传播 理论上构成犯罪 然而如果你提供翻墙服务 则一定是违法并且犯罪 并且一定要承担法律后果 我再说的明白点 你翻墙看看国外的信息低调点 问题不大 但是请不要触碰危害到国家的利益的底线 拒绝讨论和散布有关邪教和敏感的政治话题 然后各位开机场的朋友 你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 请窒息 刚才说的这些 是我自己对于我国法律 对于翻墙违法行为的规范的大概的一个解读 之前有些朋友留言 请我做一些详细的翻墙的教程 我的视频不是教程 我接下来也不会做所谓的教程 因为教授他人翻墙的行为涉嫌犯罪 我的视频只讲解技术原理和科学普及 有些朋友可能问了 你这期还敢聊翻墙安全的话题 是谁给你的勇气 这个你就多虑了 我这一期的内容 不仅仅是技术原理的分析和讲解 更是普法 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看 我是不是很正面了 我的电报群 有一帮朋友老是建议我出这个技术 那个脚本的讲解 大哥你们这是在教授我犯罪你知道吗 所以我只做大方向的技术讲解和原理解析 不做具体的实践指导 瞬间感觉自己安全了 机智如我赶紧帮我点个赞 说到翻墙是违法行为 是否处罚要根据具体的情节和危害程度 那么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想明确一个概念 那就是危害程度 这个指标怎么定义呢 如果你只是普普通通 诸多翻墙用户中的一员 不散布不传播 你能造成什么危害呢 如果你散布传播政治敏感信息 参与恐怖主义 或者是教授贩卖翻墙工具 那么你相当于扩大了翻墙的圈子 给更多你无法掌控行为的 潜在的通过翻墙可能触及法律的人 这个潜在的可能的危害 你是无法想象的 我相信监管部门对待这种行为 跟你普通翻墙 看看电影 搜搜Google 看看YouTube 绝对是不一样的 再次强调 教授和销售翻墙服务和工具是犯罪 再次提醒各位机场主朋友 近年来我国监管部门 对待翻墙的态度 有了些许的转变 从多年前的严打到现在的微妙的态度 我觉得可以管中亏报的看出一些问题 国家的一些发声机构和个人 在近些年也在慢慢把这种态度展露出来 比如说外交部和官媒 CCTV都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 还比如张维为 金灿荣这样的政治学 国际关系学的专家 都拥有相关的YouTube节目 他们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相关视频 我放一个在视频描述区 你可以参考看一下 这个情况其实很能说明 现在中国政府对于翻墙的态度 相比很多年前 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 这种微妙的变化的原因 我总结了有几方面 第一我觉得国民对国家的认可和拥护程度 越来越高 我们80后这一代人 曾经有很多愤青 对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少憧憬 对比之下 对还在发展初期的中国 有诸多不满 随着中国快速的发展 90后和00后的情况就好了太多了 越年轻的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越强 那么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网络舆论的导向 跟十几甚至几十年前大相径庭 自然不需要更多的引导和约束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在于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从几十年前的追赶 到现在逐渐变成了主导和引领 所以对待互联网的态度 也渐渐放宽了一些 这个转变其实很好理解 以前国力不强的年代 在国际社会上被人抹黑 也只能咬咬牙忍了 现在以中国的体谅 被抹黑就被抹黑吧 一笑肚之 毕竟谁家过着好日子 还管得着是不是别人嫉妒 西方在意识形态上 本来跟中国就是天然的对立面 西方主流媒体 也都是从本国的基本利益 作为出发点 来传播很片面的言论 这些声音往往相当不实 并且狭隘 但是会对相当多的 没有太强辨别能力的中国网民 产生消极影响 甚至西方媒体几十年来 抨击中国没有人权 言论不自由的论调 早就被事实打脸了 任何一个国家 维护国家稳定 都是最符合核心利益的基础 审查制度在很多欧美国家 也在慢慢建立 西方就真的言论自由吗 你可以了解一下棱镜计划 我过去十几年间 旅居过的二十几个国家里面 综合来看 中国是最安全 最开放 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不接受反驳 除非你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反正我的屁股贼症 我十几年前 出国学习工作的时候 也曾经是个愤青 但是我选择回来 我相信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有点跑题 我把话题掰回来 GFW的主要目的 依然是过滤国外反动信息 维护国家统一稳定 如果Facebook和Google 这样的国际互联网巨头 依然不配合审查 那么中国政府在大方向上 把翻墙归为违法 这个指导思想 不太会有太多的变化 回到最开始的大纲 翻墙虽然违法 但是多数情况下不予处罚 可是如果你散布 有损国家利益的言论 或者信息教授 或者以提供翻墙服务作为目的 来销售翻墙的工具和服务 那么你是违法行为 要负法律责任 所以在这个角度看 我们翻墙只要避免 接触不当内容 约束自己的行为 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第三个近年来 中国对待翻墙的态度 有了变化的原因是因为 逐渐掌握翻墙技能的人口数量 已经到了执法成本 远远高于现实 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 所以最近这些年 我的观察是 监管部门只会 对那些提供翻墙服务 做到行业顶尖的从业人员 实施执法 所谓枪打出头鸟 杀鸡 镜猴 四两拨千斤 就比如Shadowsock的作者 跟斗逼根据地的战长 被请去喝茶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为什么翻墙用户越来越多呢 GFW慢慢失效了吗 这个话题就相对复杂了 我的分析 简单来说 是因为很多人的翻墙需求 介于灰色地带 比如说做外贸的 小微企业 买不起专线 你总不能不让他们做海外生意了吧 又比如顶级的学术研究 是一定要查看Google Scholar 和各大国际一流期刊的 你不能让这些搞科研 和搞基础科学的人 不看国际最前沿的资讯 来闭门造车吧 又比如 国家规定传播爱情动作小电影 算是传播淫秽物品犯罪 虽然各位躲在家里偷偷看 但是不传播 不算违法犯罪 但是网络上的小电影 本身就是通过网络传播的淫秽信息 导致国内色情网站 被法律法条搞得基本上都死光了 你们不翻墙去批站看 还能上哪看 对吧 日本就是个很积极的例子 成人产业成熟 犯罪率就会下降 欲求不满的广大单身男青年 基数变大 就会造成性侵犯罪利益上升 我随便举这几个例子 就足够说明 中国翻墙的互联网用户的数量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有着正当的需求 即使是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 GFW即使有能力 也没办法做到非黑即白的一棍子全部打死 因为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致使理论上的法律条文规定 和具体司法实践中 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严格的执法 执法成本会高到现实无法承受 因为现在掌握翻墙 并且行为完全无害的用户基数 太过于庞大了 说到这儿 你觉得中国大陆有多少翻墙用户 几十万几百万 先别着急回答 给你几秒钟考虑一下 根据我自己的数据分析算出来的结果 是几百万到两三千万这个区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间跨度呢 因为翻墙本身就是个挺大挺复杂的概念 我下面解释一下我对这个情况的解读 如果你觉得几百万人还可以理解 几千万这个量级 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话 那么首先 你考虑 你可能忽视掉的几类人 第一 那些仅仅是为了上Instagram 或者是此类社交软件的 以女性为主要群体的用户 第二类 那些利用傻瓜式的翻墙工具 包括VPN和之前提到的那么多 打擦边球的 名为加速器 实则为翻墙软件的工具 使用这些 今天也许能用 明天也许就不能用的 不稳定的工具 偶尔翻个墙的这些人 第三类 专线用户 这类人所属的公司或者是机构 甚至是部分的政府机关 比如说警察局 网络监管部门 还有大学的研究所 做外贸生意的公司 等等 很多都设有不需要翻墙的专线 或者由相关部门批准使用的VPN 我随便举这几个例子 只是希望抛转引玉的给你一个思路 还有大把的 你想不到的一些机构 同样有专线 或者是有其他方式访问外网的能力 回到刚才的问题 你现在觉得翻墙人口有多少 就算几千万还是不够有信服力 至少你同意实际能够访问外网的用户 还是远远超过了你之前的想象 对不对 下面我列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 根据Google官方的统计的数据 中国大陆在2017年 有54.3%的总人口数是网民 当年的人口总数是13.86亿人 换算下来就是7亿多的互联网用户 2019年总人口上升到14亿3500万人 根据China.org这个网站的统计的数据 在2019年的1月 互联网的用户数量涨到了8亿5400万 根据MarketMeChina这家网站的统计 在2019年9月份 中国大陆境内的搜索引擎的市场占有率分析 在计算机平台 Google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81% Google在手机等移动端平台的市占率比较低 只有0.54% 综合下来 全平台的Google市占率在2.9% 我们按照同年互联网用户 8亿5400万这个基数来粗算 最终算出来 2019年能够访问Google的用户数量 是2465万人 我的数据列出来在这里了 这是粗算 供你们自己参考和判断 就算没有2000多万这个量级 至少Google统计的广告覆盖 和Google Trends能够统计到的数字 翻墙用户也不会低过于 几百万这个最保守的估计 所以翻墙的总人口大概是在几百万到两三千万这个范围内 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 结合刚才这些 我刚才分析的这三个原因 就是目前中国政府对待翻墙的态度起了微妙变化的缘由 总结一下 第一 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可和拥护程度变高 第二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的大幅度的提升 第三 翻墙人口基数过于庞大 导致执法成本远远超过于实际 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我们这些不会造成实际危害的普通需求的翻墙用户 不用太过纠结 从法律上来讲 翻墙的违法事实是否会导致我们受到处罚 我们更多的需要考虑的是 从技术角度上考虑 如何突破GFW的封锁就行了 这个其实就造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虽然政府对于翻墙的态度有了一些暧昧的转变 但是还是在不断的加高和优化GFW的探测和封锁机制 虽然说你无害的翻墙 我懒得管你 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突破 我给你设的这么一道坎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挺高明的一件事 给你设着一道坎的意义在于 筛选掉了很多 从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都比较底层的民众 这些人也往往没什么判断能力 容易被反动视力带节奏和忽悠 所以你们干脆就别出门乱溜的添乱了 老老实在家待着吧 能翻墙出去的人往往相对素质较高 受教育程度也普遍高于平均水平 那这些人放出去也不用太担心 会被西方媒体带节奏 或者是参与恐怖袭击 中国的人口数量就决定了 中国的事情从来就不会有飞黑即白 即便GFW从技术上来讲 是完全有能力降低探测的标准 来更大面积的 更有效率的封杀代理服务器的 从每年的两会和多次的敏感期 大规模的封锁IP和服务器的这件事 事后又不定时的解封就能看得出来 GFW实际上是可以做到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的 刚才说了由于很多访问境外网站的需求 都是正当需求 导致GFW本着防止误判误杀的原则 放过了很多利用技术漏洞 翻墙的网络请求 就比如说V2ray的WebSocket加TLS加Web的这种方式 利用访问一个自建的国外网站 伪装流量的方式来翻墙 就很难被GFW有效的拦截 GFW更是无从判断 你的需求是否应该被监管 你别说是机器了 就算是个人 很多东西也是无法严格界定的 比如说你看Pornhawk监管人员说你涉嫌访问淫秽内容 但是你可以说你是在降低犯罪率 对吧 所以为了更加有效的降低违法成本 避免扯皮 GFW采用了一种简单粗暴的封锁方式 即便是99%的翻墙用户 翻墙都不造成实际危害 但是你只要被GFW探测 并且达到了封锁条件和预知 GFW就会封锁你 反正法律上写的清清楚楚 翻墙就是违法 所以才会导致翻墙工具和GFW双方的博弈 双方都在不断的进化和对抗 那么从技术上来说 哪种翻墙的方式更安全 或者怎么翻墙难以被GFW探测 接下来我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翻墙的流量到底能不能被探测 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一个状态 很多人说自己用V2ray WebSocket加TLS的方式很安全 甚至敏感时期大批服务器被封锁依然能够坚挺 所以觉得V2ray就很安全就不会被封 这里我认同一部分 但是我的想法跟多数人可能不太一致 我认为流量的探测和服务器的封锁要从两个维度看 第一个是GFW的自动化处理 第二个是人工的监管和介入 我认为大多数的翻墙用户 不管你用什么协议和工具 你翻墙的事实 监管部门大概率是清楚的 我在第六期讲过了 技术上用来消除特征跟实际情况是两回事 技术上的手段规避的是GFW大规模的自动化的封锁 但是如果你的行为本身就很敏感 比如参与叛国反党的政治讨论 甚至参与恐怖分子的话题 邪教传播之类的 我相信还有其他的机制来监测你的行为 并且这种监测手段结合GFW和人工介入两种 独立于大范围的自动化的探测和封锁 单独运作 这个监测的机制比较隐性 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情况 但是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思路 比如说你下了梯子 看了有些敏感的争议性的话题 虽然GFW知道你可能是在翻墙 但是由于无法解密流量 无法探测到明文内容 但是你突然想知道这个人的资料 随手打开百度 顺便进入到各种贴吧 各种论坛 各种群 大谈特谈 某人某事 那你说不请你喝茶 请谁喝茶呢 很多判断和监测机制是很综合的 再或者说你电脑里装了一些国产软件 360 各种助手 这类 Windows平台可不像手机一样 是杀箱式的工作机制 权限高的软件 能做的事情非常可怕 分分钟汇报你梯子的信息 上报给监测机构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既然你都翻墙了 还用什么百度 还用什么各种国产流氓软件 对不对 你已经能翻墙了 你不用Google 你有病 这个笑话好像有点冷 从审查机制建立以来 GFW探测和封锁和反封锁 就一直处在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和状态 GFW的探测原理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种 被动式和主动式 被动式指的是GFW观察连接中传输的内容 是不是符合某种特征 如果是的话就把连接中断 然后或者是把你的IP和服务器列入黑名单 于是你就被强了 然后你就上网搜索应对的方法 发现新出来一种加密方式 或者是一种新的手段 于是你就很开心 觉得你又安全了 又可以愉快的翻墙了 可是GFW的应对机制也不傻 跟你一样也在不断的优化和升级 频繁的更换 更有效的探测和封锁方式 最早刚有Shadowsocks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Shadowsocks的协议近乎完美 因为伪装成了正常的加密流量 无法探测 后来也能被探测到了 当GFW观察到你这个不可识别的连接的时候 采用了这种主动式的探测手段 主动的发起一个去往你的服务器的连接 然后通过一些编造出来的数据 来判断返回的信息 就知道你的服务器是不是在跑 Shadowsocks服务 后来Shadowsocks采用了一些方法 规避掉了这种服务器返回特征数据的漏洞 又出现了新的AED的这种加密协议 然后GFW就又无法探测了 还有刚才提到的V2ray的web模式 配置一个英文模板的网站 这个网站是你自己搭建的 访问的同时顺便跑翻墙服务 流量伪装 这个只能说是自欺欺人 你天天访问那一两个网站 流量还特别大 说句难听你的老鼠尾巴都伸到墙的脸上了 你还伪装个啥 所以V2ray的web模式到底还能坚挺多久 没有人说的清楚 就算你欺骗得了墙 后面还有人对吧 我觉得今后一定还会有 更符合现实需要的翻墙手段出现 千万别觉得某个翻墙方式 能够让你一劳永逸 其实总有手段能够知道 你是不是在翻墙 正常的网流量有7-80%都是HTTP HTTP-S这样的流量 但是因为你跑了Shadowsocks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服务 你的主机近乎100% 都是这种不可分析 不可识别的加密流量 你说这算不算特征呢 就算GFW证明不了你用了翻墙服务 但是就是觉得你太可疑 恰好你知名度又比较高 就比如说豆鼻根居地站长这件事 你到了人工介入的阶段 你说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大体上的原则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 你平时看看YouTube 下个小电影 查查Google 监管部门是没有多大兴趣管你的 但是不代表他们不知道你翻墙 但是如果你销售 教授他人使用翻墙工具和服务 让太多没有自我判断能力的人去翻墙 造成潜在的危害 那么就是在实施犯罪了 所以我一开始决定做翻墙系列的视频的时候 就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 我不做教程 也不会手把手地教你怎么部署服务器 甚至我还谱法 对吧 至于其他那些具体做教程的 和教你怎么使用翻墙软件的YouTuber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们不仅违法 并且已经构成了犯罪 这一期开头我提到的 网安部门的朋友给我的一些建议 我现在转述给你们听 首先即便是在公安机关的网监部门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通过人脸识别 拍张照就能拿到你详细的个人信息的 权限比较高的一些执法人员 会有专业的工具 可以做到通过人脸识别来获取信息 但是信息仅限于公共信息 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 依然是看不到的 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和严重后果的翻墙用户 一般不会被立案侦查 即便是在某些极端情况下 需要你配合调查 最开始也会通过电话的方式 跟你取得沟通先 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口头警告 或者是批评教育 或者让你删除言论 或者是视频 在没有立案的情况下 是没有权利上门搜查的 如果真的有公安人员上门 没有搜查令 你是可以拒绝让他们进门的 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他们拍照录像 你也可以拍照录像 然后去监督机关那里举报 对于一般没有危害的翻墙民众来说 轻易不会上这个所谓的名单 来重点监控 然而对造成危害和产生严重后果的 已经构成违法犯罪事实的翻墙行为 除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国家安全局的调查人员 理论上是可以通过 视频开头的那个简单操作 来获取你一切的信息 并且这个时候 往往你早就已经上了名单 被重点监测了 我不做太强的主观引导 以上所有的这些内容 大部分都是基于客观事实 翻墙是否安全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们现在 心里应该有了自己的判断了 好了 关于翻墙系列的视频 这里是最后一期了 翻墙的内容 我以后会不定期的 讲讲最新的技术之类的 但是完整的系列视频 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之前承诺一周至少出一期 实际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做了八期视频了 我接下来需要休息几天 昨天发售的生化3重制版 我都还没来得及玩 以后我会分享其他技术类的 分享的视频 我的频道会涵盖到 科技游戏数码这个大类 欢迎订阅和关注 硬核翻墙系列视频到此结束了 再见